Hello 大家好 我是Gordon Gordon來到中山港口 有位業主委託我們公司 為他安裝一套敏捷公寓的領航公館 現在已經裝修好了 當然業主也住了他一段時間 剛巧今天約到時間 我們就一齊過來拍一拍 究竟看看他這間單位裝修成怎樣 其實他這間單位當時收樓是清水樓的 樓底會比較高 當然你可以選擇一個複式 或者是不去做一個Loft 當然如果不做複式的話 其實這間單位可能是做一個開放式 但做了Loft之後 大家看看後面 真的非常之不同 可以見到天花上 他全部都做了線燈燈 所以一進來 給我感覺就是 嘩!很漂亮 一進來就嘩! 除了家的感覺之外 當然進來你會覺得 真的很舒服 還有燈光足夠的情況下 其實進來 真是靈性不同 進來我的左手邊 他就在洗手間的位置 嘩! 剛剛進來馬桶食別島 旁邊有人 他就打開了 這個呢 業主選裝了一個智能的馬桶 包括我們一個鏡櫃 這些全部都是智能的 有燈 包括這個呢 就是去霧的 對 去霧的 全部都有的 你可以見到 其實這裡 他的面積 即他闊度 其實是很鬆動的 所以呢 他的這個洗面盆 就做了一個 是非常之長的一個洗面盆 當然 下面 他的收納空間 就更加不用說了 這個是櫃 兩個櫃桶 這裡也是有一個櫃的 因為剛剛裝修完 所以都放了一些植物 在這裡吸一吸味 是的 再進來 裡面就是一個 淋浴空間的位置 其實這個淋浴空間的話 也是非常之大 也是非常之舒服 那 其實這裡 是一個樓梯底的位置 樓梯底的位置 但其實我站進來的話 我就覺得 一點都不會說是壓抑 其實相當夠用的 這個洗手間的位置 OK 那我們再過來 剛才看了 左手邊 就是洗手間 其實右手邊 就是廚房位置 要 推一推這個門 因為 大家都知道 小壺形 其實廚房 可能就會比較窄 但是 這個壺形 其實我們設計到 你進去就覺得 哇 原來小壺形 可以做到廚房 這麼漂亮 這麼舒服 它這一邊 就做了一個巴士接門 對 做了一個巴士接門 大家進來看看 看看 不只是這裡有 裡面還有 裡面還有 這邊還有 所以為什麼 就說 哇 小空間 大利用 其實就是這一隻 可以看到 我先去這邊 這個就是煮食爐 煮食爐 抽油煙機 包括 我們的 我們的 頂櫃 地櫃 全部都做完 我們的消毒碗櫃 也是放在這一邊 那麼 一個小壺形 其實可能 正常都會是 直型的 就是 洗 這個 聲盤 在這裡 可能煮食爐 就會在這裡 但其實這個壺形 就不是 這個壺形 是L正的 煮在這裡 洗 切 煮 其實我覺得 真的相當夠用 還有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避餐區 是很大的 再去做多個層架 做多一點層架 去做回微波爐 當然也是沒有問題的 是的 也可以看到 小壺形 其實你看到一些 沙門的冰箱 其實真的 比較難見 但是這個小壺形 它是可以放到 一個沙門的冰箱 放到一個雪櫃 包括上面 還放了一個 智能的電飯煲的盒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這個樓底 也是非常之高 非常之舒服 這一邊的話 它是一個 燃氣煮食 所以 可以裝一個 燃氣的熱水爐 包括剛才 大家可以看看 爐頭那裏 它也是明火煮食 這裡 就做了一個 大眼仔的洗衣機 OK 我覺得真的 這個廚房 真的很實用 非常之實用 OK 大家也可以留意 其實這個接門 是很順暢的 非常之順暢 OK 再進來 這裡 就做了一個 下面就是鞋櫃 下面就是鞋櫃 上面的話 也說了 剛剛裝修好了 其實業主 也都把他的私人珍藏 放在這裡 所以其實每一天 回到家 一換鞋 就可以看到 原來我有一些 這麼漂亮的東西 這麼漂亮的擺件 房間裡 包括業主 都會比較喜歡喝酒 就放了一些酒 在這邊 再進來 這一個不是訂製的 這一個是買回來的 是的 就買回來的 可以看到 每一層都放了不同的植物 第一就是 你回來覺得 哇 有些植物 有些綠色的東西 覺得很舒服 第二其實可以吸一吸味 是的 可以吸一吸味 當然這裡 也是一個小型的酒櫃 包括醃著一些紅酒 一些香檳 這些全部都放在這裡 那再進來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這個天花 真的做了非常之多的功夫在這裡 全部都是線形燈 包括我們一個梳化後邊的這個位置 也是做了燈 所以其實你進來 你覺得 哇 真是很舒服 很舒服 那包括我們的電視櫃後邊 就選了一個特色牆 特色牆 那也都可以看到 樓梯底的位置 當然 一定是不可以浪費的 那是做了一些訂製櫃在這裡 裡面是做了訂製櫃的 那包括它的側面 那它就是 都是做了一些層板在這裡 可以讓你用來放東西 那樣 可以喝過這些酒 那就可以直接放在這裡 那不需要放在鞋櫃那裡 或者放在這個酒架這裡 是的 我們再上去 上面是做了兩間房 那其實這個樓梯 也是大有講究 這些全部是大理石來的 這些全部是大理石 那也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的樓梯底 全部是做了燈槽的 下面 全部都是做了燈 那或者我們 看左手邊這一間 左手邊這一間 就是主隱房來的 這一間是主隱房 那其實上到來 現在 那時候踩的這個地面 其實就是我們裝修公司 後續去跟它做出來的 OK 那可以看到 這一邊一排過 全部都是 呼錦的 訂製櫃 這裡全部都是呼錦的 訂製櫃 包括這些燈啊 這些 全部都是我們 去設計的 那這個呢 可以看到 我們一個床後面的 背景牆 這裡是業主去選擇的 那業主也是一個 就是非常之潮流 非常時尚 其實這些呢 就是海綿來的 這些是海綿來的 那摸上去是軟的 那其實看上去 也是很舒服 那你一上來 哇 做到原來這麼漂亮的 那包括 那上面是做了一些燈 那這些燈是會變色的 是了 是會變色的 其實 那也是做得非常之漂亮的 OK 那其實上面也都放了一些 綠直在這裡 當然就是吸味了 那這裡呢 也都有個窗 其實這個窗呢 看上去 那個景也是非常之漂亮的 其實下面呢 也是有條河仔 有一點點河景 可以看到的 OK 那或者我們再過去 看看 第二間房的位置 真的沒想到 30方 竟然可以做到 兩間房 而且面積可以利用到 這麼好的 OK 那我們再過來呢 那因為業主呢 其實他就 一間房就夠了 所以 這裡的話呢 他就 大家可以見到 這一張其實就是梳化床來的 對了 梳化床 即是平時可能 中午吃完飯 呃 即是不會說 哦 我不想睡 十個小時 八個小時 我可能 只需要休息 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 其實呢 也可以在這個梳化床這裡 去休息的 或者當然 如果有客人過來 呃 即是 過來家裡玩 這樣 但他又沒有租酒店 其實睡這裡 也都是 非常之舒服的 那當然這一邊呢 他也都是 做了一個 訂製櫃的 也都是做了訂製櫃的 那這個呢 也是 敷感的 是的 也是敷感的 那 各位觀眾朋友 看到這裡呢 大家可以猜一猜 這一間單位 究竟是 弄了多少錢 因為他的 硬裝 軟裝 也是我們跟他做的 那大家可以在 我們下方的 評論區下面 評論回 那你覺得 這間單位 裝修下來 究竟用了多少錢 可以在我們下方 評論回 對了 那記得 如果你也有樓 或者你想大灣區的樓 想我們 行藝接 和你去裝修的話 可以聯繫回 我們客服熱線 9290 3.63 或者是直接上我們 太子始創中心 19樓 1930室 行藝接的展銷廳 這邊去了解 那記得 CLS關注我們 行藝接的YouTube Channel 那段也會拍更多 一些關於大灣區的樓市 裝修 或者是不同的一些 關於我們大灣區樓市的小知識 給大家看回 那記得 關注我們 給我一個Like 那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之前 在一起 向來 確認 你們 要是 同 進 進 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